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直播環節 來到即使功勒,先請出我們的嘉賓 有要材證券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你好 蘇瑩,你好 我們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今天來講,勢頭好像好一點 都升100點上來 報23259點,升116點 看看內地市方面,昨日更加失手了2300點的位置 不過今天就彈回上來 上證指數升21點,報2311點 深淨城指升58點,報7887點 而滬深300指數升18點,報2387點 先問一下內地市方面的情況 似乎有些報道都說到,受到滬港通的拖累 所以都影響了上證指數的表現 當然,現在還未公佈通車的時間 亦有更多消息說到,如果佔中的問題仍然存在的話 可能會繼續延遲滬港通的開車時間 會不會繼續拖累上證指數呢 看到今天都升21點上來 仍然在2300點上 對,上證這一陣子都在2300點附近 就上升落落 又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方向 當然,滬港通暫時要延期這個消息 對於內地A股來說 似乎沒有香港來說那麼傷 當然,現在內地方面 大家都還要關注之前推出的經濟數據 包括第三季的GDP就落到7.3% 再加上那些工業增加值 或者股頭等等的數據 都不是說真的太好 所以這一方面都令到 其實大陸現時的股市 再上漲的勢頭就不是說太強的 再加上,如果你看到四中全會上個星期開完之後 亦都沒有一些很針對性關於經濟的政策推出 基本上就說整個會議上都是很把焦點放在法治方面 所以你說大家之前炒四中全會這個概念的一些資金 亦都可能會感到是有點失望的 但是比較好一點的消息 就說上個星期尾有一批新股上升 那批資金之前凍結了 去到今天來講都正式釋放出來 所以對於大股的資金面來講 是會有一個提振的作用的 那當然再有些好消息 就說內地那邊其實都已經是在傳 昨晚方面 有些媒體都在說 就是醞釀了很多一段時間的 那個天津自貿區的方案 都說接下來是會出台了 國務院接下來都說已經是批准了 就是天津港口那個對外開放計劃 所以你說見到今天其實在內地A股方面 都有個別的板塊 包括天津自貿區概念的股份 都是升得比較多的 所以如果你說有這一類的消息出到來 對於內地A股都可能會有一個提振 但是你說要去在2300這些位置再向上衝 甚至乎要突破之前2380幾點這些高位 所以似乎現時的動力都未算是很足夠的 好 你剛剛也提及到 就是天津自貿區公佈了一些消息 就說剛才你提及到 就是除了最多謝天津和廣東之外 福建都有機會 就說可以納入這些名單裏面 究竟有沒有說現在對哪些股份有利呢 都見到有關天津的發展 例如882和1265都有升上來 好像882那樣天津發展 暫時雖然有升幅 但是那個升幅似乎 刺激不是那麼大 只不過升不夠1% 升6才上來做6.72 至於天津的天津津然1265 看到股價就升超過1% 就是報1.6元的位置 對於這些股份 是否接下來都會有衷勁在這裏 這類股份 你說真的要看它的受惠程度 我相信主力都是天津港 3382應該會有刺激性大一點 你見到這隻股份 今天H股方面都升了4% A股方面都升了 超過7% 因為始終你要做一個置貿區 最大可能性可以受惠到的範疇 就是一些盡出口貿易方面的補貼 稅務方面的寬免 亦都可以令到整體物流方面 可以加強 所以主力做一些港口為主的 天津港發展 我相信那個受惠程度 就會較其餘那些 天津相關環保的股份 又或者天津發展一間這麼大的集團的股份 應該是來得較有優勢的 所以如果你說現時這一刻 真的去炒這個自貿區概念 3382都可以去留意 但是都不要忘記 因為始終講這一類的股份 其實在過去兩三個月 都升了不少上來 例如就好像3382天津港來計 去在八月尾 當時都是一個兩毫多 但是你說在最近兩三個月 都炒到上去 今天最高見過一百八牛一 其實那個升幅方面 都有成超過三成那麼多 所以你說現階段這些位置 再去追 但是說現在的自貿區方案 雖然就說有些消息 未來會出台了 但是實際上 那個政策面上 會不會跟上海自貿區裡面 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還有都可以吸收 就說之前在上年推那個 就是上海自貿區之後 都見到很多一些概念性的股份 在推完之後 反而就有一個明顯的回套 所以我也有少許擔心 就是天津港發展 會不會接下來 都是一個好消息出來之後 反而是會令到資金獲利離場 所以如果你說現階段去買 都是以一個很短線的部署 這些位置 看上面的 我覺得都是暫時看著兩元左右 暫時來說 因為已經升了很多的價位 都要看著兩元這些位置 我們都轉轉話題 跟進完就是剛剛天津港的消息之後 都看到六大哥稀土集團 都有消息說到整合可以在年內完成的 看到一些中國女業的股份 或者是一些中國五抗等等的股份 都在內地市上面都升得不錯 不過見到2600 中國女業方面 情況都不算升很多 現在仲3.23元 升兩先上來 其實這些股份 會不會說 接下來年尾都有一個衝勁在這裏 因為都說到 就是年內就可以完成整合 但是見到那個股價 暫時來說 都好像不是升很多 有沒有一個上網空間在這裏 要炒稀土概念的股份 其實都是以一個投機性的心態為主 因為本身你說行業整合 接下來可能會將稀土的出產方面 限制一定的數量 希望可以抬高價 理論上是對於一些稀土金屬的價格 或者那些企業來說 應該是有個幫助的 但是你說在香港上市 就是叫做扔著稀土概念去炒的那些股份 其實很多時候都真的不是做一個 開採稀土的業務 例如就說 好像剛剛你提到 就是中國女業來說 雖然之前又說傳去母公司那邊 就說會將一些稀土的業務 會註給她的 也都有機會做一個很大的業務性的重組 但是其實都是只有一個講字而已 因為都見到在8月初的時候 這間公司都發了一個通告澄清 就說去母公司 就說會獲公上部 駐入一個大型稀土企業的一個方案 其實都還沒有一個定案的 所以反映說中壘 將來究竟去母公司 是否真的可以獲得一個駐資 其實現時都還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再加上就算你去母公司獲得駐資也好 但是等不等於2600這一間企業 可以有同樣的受惠程度呢 因為本身如果你說這間公司 主要的收入來源現時這一刻 仍然都是一些女形才 或者做一些養化女的業務為主 如果你說本身這一類 即是女金屬的產品 仍然都還是有個比較疲弱的需求 再加上短期之內 是沒有這個稀土的業務 可以進入去 我相信股價方面 或者業績方面 都未必說會有一個太理想表現 始終注資的行動 都沒有一個確實的時間表 好 麻煩你 就是Jason跟我們分析了 不同股份的情況 這次的時間 就先來到這裡 和你做分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直播環節 家庭會更不要走開 稍後再談